這整個事件事故的處理 我們還是在這個階段是親全力在做 所以 在今天的應變中心的檢查裡面 我給我們的應變中心的同仁幾個重要的主事 同時對我們的國人同胞 我們也要做一個說明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會持續盡全力的搶救 在事故發生以後 我們在第一個時間 就成立了預計災害應變中心 跟前進指揮所統整所有的搶救事務 目前消防 警察 空情等各單位都積極投入救難 我們也只是國軍的資源 另外 我們要謝謝許多縣市派遣搜救隊趕赴花蓮救難第一 我們要請我們所有參與救難的同仁 持續努力 第二 我們務必全力協助死傷者家屬 衛福部已經啟動了大量傷病患緊急醫療救護機制 各醫療院所正全力救助傷患 對於不幸罹難的乘客 我們也請相關的單位務必全力協助家屬處理後事 第三點 我們也請我們所有的相關單位在最短的時間內調度搶修交通 廉價東部的運輸需求大 我們也請交通部要積極的因應 透過各種方式協助接駁旅客 搶修鐵道 如果因此發生延誤 我們也請旅客能夠體諒 第四點 就是我們務必要徹查事故的原因 那麼嚴重事故造成許多人的傷亡 那麼台鐵年輕的駕駛也殉職 國人都非常的悲痛 我們已經要求運安會嚴格進行事故的調查 完整釐清事故原因之後 向各界公開的說明 在真相充分釐清前 也希望不要有過度的傳扯或指控 那麼這些任務 我們有請相關的單位一定要全力以赴 那麼最後我們祈願 避難者安息 傷者早日康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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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